在凯撒利亚的等候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 下凡哥哥很开心 又可以和你在空中见面了 保罗在耶路撒冷 在民众的抱怨之下 还有包围之下 好像罪犯一样的 送进了军营来审判 可是后来 反倒像是被军队保护 一路送到了凯撒利亚 逃过了犹太人的暗杀计划 就在总督菲利斯的监管之下 等了五天 犹太首领带着他们的律师 终于向总督提出了 对保罗的告诉 虽然保罗被他们说成 一个煽动暴乱的分子 还好呢 在这位总督的面前 保罗终于可以顺利地 为自己说个明白 首先他强调 自己也没有回来几天 而且他们并没有直接的 任何证据来证明 他在煽动了谁 而接下来保罗还会怎么说呢 他来怎么样表达自己的无辜呢 我们先一起听一段 好听的音乐 等音乐过后 下凡哥哥再继续说给你听哦 保罗看菲利斯总督没有打断他 他就继续说 大人 我离开耶路撒冷已经有好多年了 这次回来是带着洲际同胞的款项 是为了来帮助前段时间 灾荒之下受害的同胞呢 此外 我就是要来按照规矩 还愿献祭的 这些人在圣殿里面发现我的时候 我已经完成了捷径的礼仪 已经预备好要来献祭了 所以我根本没有聚集怎样的群众 更没有参与或者是带头作乱呢 保罗说到这里 表示他根本没有作乱的动机 和任何值得怀疑的行为 就此 他就说明这次的通告 不过就是有几个从亚西亚省来的犹太人在那边 因为他们不喜欢保罗 而这些外地来的犹太人 如果真的有什么要控告保罗的事 当然应该在总督的面前提出控诉才对 保罗进一步提出他的疑问说 如果没有别的可以控告的 那至少应该说清楚 他们在议会的领袖会议当中讨论的时候 到底抓住了什么 我犯罪的行为 就说出来吧 其实 就算在他们的审判庭上 我不过站在他们面前 高声说过一句话 就是今天我受你们的审判 不过就是为了相信死人复活的道理而已 保罗一再推翻他们控诉他的叛乱罪行 而反倒过来 要他们说清楚 到底他除了讲到死人复活 这个信仰上的差别之外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事 总督菲利斯对听到保罗提到死人复活的道理 应该就知道 这是当地这个不幸复活的 萨都该派的祭祀领袖 还有笃信天使复活的法利赛派之间 他们的信仰的矛盾 听到这里 他回了挥手 不让保罗再说下去 他知道 也没有什么真正有关 罗马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挥手暂停了保罗的说话 也不打算再继续听他们的辩论 只把左右的亲信叫过来 吩咐了几句话之后 就转头告诉他们说 他命令那个军官把保罗送回拘留的地方 而且要宽待他 也容许他的亲友可以前来探访 供应他生活日常的需要 这样一来 这些犹太领袖也知道 只能乖乖地等着总督的判决 这时候可不要节外生枝 而保罗继续留在总督的官府当中 虽然看起来是监管 但是却已经可以接受各样的探监 或者是外界的供应了 而这些犹太领袖 带着他们的律师铁土罗 只好乖乖地退出了官府 而保罗仍在官府里面 这些人就算再有怎么样的暗杀 和陷害的计划 这一下子都没有办法施展 也只能乖乖地等指挥官的到来 听完判决再说吧 过了几天 也没有看到指挥官吕西亚到来 不知道菲利斯是故意说 要等吕西亚来 还是只是他的缓兵之计 好让这些犹太领袖 没有理由再来烦他 虽然指挥官吕西亚还没有来 可是总督菲利斯 倒是带着他的夫人 一位犹太女子土希拉 一起来到官府 同时把保罗叫上来 要让保罗讲更多 有关基督耶稣的信仰之道 保罗这下子当然老大不客气 侃侃而谈有关上帝的审判 人又应该如何靠着基督 行出上帝眼中的良善 节制的生活等等 只是谈到这些将来的审判 和教训的时候 菲利斯不知不觉地 背脊上一阵凉 因为那些上帝看为重要的事 在罗马当官的他 可是样样都犯过的 再听下去 好像这个审判就出现在眼前 让他越听越害怕 于是他赶紧打断保罗的话头 对他说 其实菲利斯原本是想要用 这样一个谈话的场合 让保罗可以为了自己 要离开这个监狱 可以私下的谈个价码 让保罗把钱送给他 没有想到 保罗却认真的把福音讲给他听 这一下子所说的那些罪行 根本就搓到他心上的痛脚 看来也是没钱可赚 还弄得心情很糟呢 这下子 把保罗盖官府里面关着 可不是几天 是整整过了两年 等到波球菲斯都代替菲利斯 担任到犹大省的总督的时候 才有新的发展 原来菲利斯从吕西亚那里早就知道 这个人根本就没犯什么法 真的要判刑是与法无据的 可是就这样放了保罗 他也拿不到什么好处 不过为了安抚这些犹太人 他就真就把保罗 关在官府的监狱里面等着 而菲斯都呢 他接了总督之后 他也根本搞不清楚 保罗是怎么样被关在那里了 所以他一到任 他自然就要到犹太人的圣地 耶路撒冷 去见见当地的犹太领袖 菲斯都到任之后三天 他就从凯撒利亚到了耶路撒冷 而当地的祭司和犹太人的领袖 一见到新任的总督 马上在他面前 就要继续地控告保罗 这也让他知道到底保罗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被关着 这些首领们为着能够好好的审判保罗 就请求菲斯都要把保罗送回耶路撒冷 好让他们可以在议会当中彻底地来审判他 其实他们打的主意还是跟之前一样 要安排刺客在半路上就把保罗给暗杀了 这时候菲斯都了解状况之后 也知道保罗还关押在凯撒利亚 就回答他们说 我了解状况了 不过保罗现在是居留在凯撒利亚 再过不久我也要回到那里去 要不这样 你们的领袖就干脆跟我一道去 如果这个人有什么违法的行为 就在那边控告他吧 菲斯都这一个回答 让祭司和首领们也不好说不 也只能暂时把暗杀计划作罢 预备跟着他回去凯撒利亚 在那里开庭审礼了 这个菲斯都总督在耶路撒冷 又住了个十天八天 才动身回到凯撒利亚 而一抵达的第二天他就开庭 要人把保罗给带上来 等到保罗来到他和那些 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面前 当然又是听到一阵严重的控告 只是每次问到有什么证据 就没有一个罪名能够马上被证明是真的 保罗更表示自己也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违反了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亵渎圣殿 冒犯罗马皇帝的事情 讲到这儿 保罗的无罪的事实已经很清楚了 可是菲斯都看了看这群 愤愤不平的犹太领袖 直到直接判决下去 似乎有一点危险 他脑袋里就开始打起 另外一个算盘来了 小朋友 菲利斯爱钱 所以不放人就算了 而菲斯都呢 在保罗的陈述之后 应该可以宣告无罪释放了 他却在那里打什么算盘呢 可别忘了要继续收听 好听的儿童圣经故事 也欢迎大家到救恩之声的网站 儿童圣经故事的留言板上 留下您的感想或疑问哦 我们与您下次空中再见了 拜拜 如果你喜欢听儿童圣经故事的话 你只要在电脑上打上 救恩之声这四个字 就会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 这样你就可以在线上收听到 儿童圣经故事了 我们就下一次儿童圣经故事的 节目中再会咯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我我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我我 爱小孩想我 在他心上做 耶稣是爱小孩想爱我我我我 也稣是爱小孩想爱我我我我我我我他 你好 爱上爱上我 你好 在他起响着 也是起爱上 爱上爱我 你 好